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回来时 转不停的脱落 被时光打磨 叫不出随我 关心也能来一道绳索 想去到哪里 心从无迷惑 当我认定最好紧过 相信不闪躲 你那眼神清晨 好像星辰拥抱辽阔 黯然去花火 今夜都亮了 光芒之中不沉默 我听见你跳动的脉搏 就算夜幕被奔波 爱怎么可能伤略过 遇见你跳动的轮廓 叫爱收心的巨人 没有理由不寂寞 迷连余生都要你陪着我 陆群这个坏蝴蝶 怎么了这是 人家陆群现在单身 有自己的夜生活 不是很正常 怎么还惹着你了 我主要是担心你 你想想 人以群分 他是这样的人 他好兄弟能好到哪儿去 我建议你的苏清晨 还是再考察考察 好嘞 寒妈 我的天 喝慢点喝慢点喝不点 怎么了这是 我跟你说 今天我们新款情侣水衣 卖出去了不十几套 这么多 对 色情的脱胆率很高吗 嗯 呦呦呦呦 谁呀这是 他呀 真是的 他也不知道 趁着打打铁 急死我了 谁说不是呢 我都已经试过了 天又被他撩死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他 我觉得你冷静冷静 是对的 他今天的表现过于突出了 让我怀疑他这个 一直单身的人设 到底是不是熬出来的 应该不是吧 喂 怎么了 陆哥 你怎么走了 是不是去了娜娜家了 我就是单纯地送他回家 你别管我了 你好好玩吧 明天离会 你别迟到了呀 好好好 我明天给你带早饭 那这样 你玩吧 嗯 拜拜 你玩好 iba啊 resume 你不是 collo 我创造你帅 patri呀 你真的会肯定 都可以知道 你就 neutr发的 喂 干嘛这么晚啊 快 给我微信发个消息 我微信好像坏了 收不到消息 你有病吧 怎么可能坏啊 我让你发你就发 我等人消息呢 我发过去了 根本没坏 不是 你这大晚上 你等谁微信这么着急 宋星辰吧 你别胡说八道 没有 他要去洗澡了吗 要在工作 要在和别人聊天 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为什么回过消息回那么晚 你不知道我在等你吗 如何回复女孩的指法好 那就是今天不想和你说话 多说多错 回复晚安即可 不想和我说话 宝贝 我肚子有点痛 我去上个厕所 嗯 你去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边 没事吧 我来说 我来讨厌一下 我来找你 我的芙草 你好 что 这是大切 没有 我来找你 我不能 对我 你好 我去 睡着了 同志们 今天我们接到了一项光荣神圣 且艰巨的任务 副队那小区委员会 邀请一群大爷大妈 来我们集夜 让我们科普一下安防教育 还有一项诉求 不会是让我们搭走卫生物吧 不会吧 因为这个小区是老小区 所以经常地被盗 所以剧也会想安装摄像头 但居民们不同意 是让我们去帮忙安装摄像头吗 听我说完 所以就需要我们 科普一下安防教育 然后对一些不配合的家庭 做一做工作 不是 我嘴笨 我怎么跟他们说呀 这个任务可不轻啊 对呀 比起出力气 还是要动动脑子 那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工作 解散 好 好 我扫了 自己谢谢美色呢 各位叔叔阿姨们 今天是我们小区安排的安防教育 这位是我们集业救援队的副队长 大家好 是来做税课的呗 你就干脆直接说吧 要怎么样 我们这儿不要装 还不行了吗 要强制啊 不是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主要是想普及一下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问题 叔阿姨啊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 能来这儿听我们说一说 所谓的安防问题啊 就是我们生活中能遇到的 比如说防盗窃 防火灾 防诈骗 你看 现在快到夏天了嘛 很多家啊 为了乘凉就把大门给敞开了 这就给了小偷可乘之机 大爷 咱们呀 遇到火灾的时候 要捂住口鼻 什么鼻 要鼻干什么 不要鼻 不要鼻 那个 口鼻 捂住口鼻 手鼻啊 鼻啊 鼻 鼻子 鼻子 对对对 好 我来吧 你不行 你不行 这玩意儿费嗓子 你动动脑子 大爷 等我一下 大爷 哎呀 哎呀 遇到火灾 用湿毛巾 捂住鼻子 歪腰 投手 哦 哦 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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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二位平时都喜欢做业什么呀 这要干什么 是这样的 我看您二位啊精神气特别足 而且还能收汇道的 我想聘请二位加入我们 作为我们的边外人员 那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们救援队啊 平时总要深入社区 做一些安防的教育工作 如果 那种您二位带着我们开这种工作 这不就顺利了吗 而且 可以给你们退休生活 增加一点色彩 您看 这是我准备好的聘数 您二位看看 小伙子 有女朋友没有 我还没有了 让你一起给你介绍一个 包在我身上 这么好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好 您好 小伙子 哎 我们都同意了 谢谢叔阿姨 谢谢阿姨 什么叫又同意了 你个来头子知道什么 快回家去跟你老伴说 同意办 就进相亲群 啥 这 这什么群 相亲群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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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完了我马上就退去 干吗 干吗什么事 喂 我跟你讲啊 这门课我可算是结了 累死我了 跟你过了 那是 就我这直播能力涨满速度 都可以直接甚至这份工作了 运营 出镜 拍摄 一键条 可见我对直播经济的深刻研究 这一钥匙再不给我高分了 我可真有个选要抗议了 能过就行 不枉之前那场直播 你得请我吃饭啊 哎 待会儿啊 我要去上选秀专业的新课 导师是诚诚的那位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你这门课都挂了多少次 你自求多福吧 但愿它和爱可亲吧 那你信了啊 我挂了啊 拜拜 快知道了 咱们得快点了 新老师叫什么呀 我哪知道 好像是姓唐嘛 对不起 兄弟 我问你点 我问你点 前任 不是 小姑 先生 好久不见啊 我就是新媒体经济课的老师 唐瑞泽 老师好 我先去上课了 去吧 天哪 再见是随着什么欺负 在这儿还有个功夫 这不是伤身 买惨吗 唐教授 真没想到 您以前又认识那个欠诚 他之前是谁的学生 他之前是吴教授的学生 他这门课已经挂课两次了 要是这次还过不了 他连答辩的资格都没有 这门课不难啊 到底什么原因 他是新媒体专业的 本身呢 要学的内容就多 还爱参加各种的课议活动 浪费太多时间学分明修满 喜欢课议活动不是坏事 成绩提上来就可以了 是 你俩什么情况 这小子不知道跟谁学的 还没怎么着呢 就跟丁伟玲表白 别人聚了呀 你跟丁伟玲表 他还喜欢丁伟玲啊 你多关心关心咱们队员 行路行啊 我也是 丁伟玲这不你看起来就挺难追的 是吧 可不是嘛 谁让跟谁学的 丁伟玲 你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 他想我太黏人 不理我了 我就是平时想多关心他一下 您那个叫关心吗 除了工作以外 有事没事就过去找人家 真的是 你们有点别的事吗 我有啊 我说要带他去看电影 我又怕得没时间 然后呢 人家买了一星期的电影票 人家能不能有压力吗 我平时啊 就只给他发一点消息 你发了这么多信息 人家都没回你 宝贝啊 你干吗呢 你吃饭了吗 睡觉了吗 你怎么不回我 人家等得好急啊 你没有 你干吗呢 言行逼供啊 你说是不是 陆队 你帮着帮到底 跟我出个主意吧 行 兄弟 你给我听好了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好 女人 一滴不能黏 不能灌着 你要把他当成一条鱼 鱼 给他卷在鱼塘里边 鱼塘里边 三天喂一次 保持饥饿感 三天喂一次 你不能把他捞出来 放在鱼缸里供着 我给你举个例子 前两天韦玲要参加朋友宴会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你让人家去啊 我说可以去啊 跟他小姐妹也可以去啊 但不能有男人 你懂不懂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空间 这是女人最需要两个东西 而你呢 唬了吧唧的 就往上边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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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人家朋友看到你怎么想 你怎么看你 吓不吓人 但是我不能看到别人的男人 靠近他 我跟你说 谁要是靠近他 我就捏死他 你能把他捐在家里一辈子吗 你这样的感情特别地廉价 你懂不懂 你怎么看你 等一下 有个问题啊 那要是那个男人是他的前男友怎么办 你这个时候呢 格局更要大了 推拉动不动 拉 拉 推 拉 拉 拉 推 拉 推 拉 推 拉 拉 拉 懂不懂 苏队 你要是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女朋友去找前男友了 你怎么办 前男 前男友吗 对 过去是吗 你是什么 当下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当下 怎么你觉得自己 比过去那个差吗 是 不差吧 对啊 对啊 这个叫格局 这个叫大男人 学到了吗 学会了 现在回去好好消化一下 好好想一下 知道了吧 不对 你个推呀 拉呀 我还是不太比拟 我下堂可在教你 我 那个 陆全 现在是这样 有一个红十字会的任务 需要我们来转移一批水流疫苗 但现在呢 又差不多是雨季了 又要进山 山路也不好走 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好 没问题 我这两天做一个计划给你 你 你 你这怎么热 热啊 你不热吗 我不热啊 对了 那个 你昨天晚上说了吗 没说 多好的售后机会啊 等您表白的时候 人家二胎都生下来了吧 什么二胎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你 干什么呀 拿 干吗呀 你给我仔仔细细看他每一条朋友圈 包括他回给别人的 包括闺蜜发的任何一条朋友圈 你给我仔仔细细看一遍 他的朋友圈我每天都看 他 他怎么受伤了 昨天晚上发的吧 没看见是吧 送分体来了 我是先回复呢 我还是 我去 我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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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吃的 涂的 喷的 抹的 反正能用的药物都给他买饭 行了吧 行了 行了 你要想要死的你直说 等一下 我感觉他好像没事啊 他走路走得挺厉害的 你就当他腿断了嘛 女人真麻烦 挂了啊 星辰 星辰 你干嘛 对不起 刚刚知道你车上 这只要吧 怎么清了 亲朋友 那一会儿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全部交给我 轻点 什么高兴的事啊 过几天我母校宵庆 有好多同学老师都会到场 回学校看看挺好的 确实 到时候我一身战袍 肯走一群小学弟 怎么了 很散不舒服啊 没有啊 那你下午有事吗 没有啊 那走 陪我去个地方 好啊 走吧 我 去参加上庆 会不会让你想起 以前什么快乐的事情 比如说你那时候的前男友 和他那个时候还是挺开心的 那他现在做什么 据说是在布尔科商随院 做经济科教授 别挖坟了 挖出来到底是难受我呢 还是难受你自己呢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有点土 土吗 那这件呢 太过时了 那你说哪件好看 我觉得这件挺好的 这都什么呀 我不要 你试一下吧 你试一下 我不要 试一下吧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啊 你确定好看啊 你确定这不是修女装吗 哪像修女啊 我看你是把整个店里面最扯的一件衣服挑给我 博物员 刚才我挑的那几件 你帮我拿来一下 我试试看 好的 请稍等 真好 他 소音 Jurassic Spirsch 好看啊 你帮我拿来一下 你快攻击你 快点 干什么呀 帮我拉一下拉链 拉什么 快点 好 我不好看吗 怎么不看我 好看啊 那你怎么看我 星辰 我有话对你说 说吧 我 我还出一点点吧 我还出现了 孙云诚 你知道我新选修科专业导师是谁吗 他是你的前男友 给您一份 谢谢 谢谢 姐姐 您是来参加孝庆的吗 姓名和毕业院系我帮您找 意料及医学系研究生院宋星辰 这是孝庆流程的书册 上面详细记录了流程以及举办地点 好的 嗯 好 谢谢 谢谢 走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 还不错 那我先过去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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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这只是小点 好久不见 好 这边还是跟以前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是啊 只是教学楼看着比从前亮眼了 星辰 白老师 好久不见了 月子月也到了 你们这结婚了吧 星辰 你这潜力股选得好啊 等几年就等几年呗 罪则现在可是我们学校 最年轻的教授了 你们孩子有吧 多大呢 白老师 那倒是晨年旧事了 我们俩早就分手了 这才刚遇见 看我这脑子 我还记得你们天天 腻在一起的画面 老师 演出马上开始了 我们先过去了 好 去吧 你好 这种局长要带荧光手环 谢谢 这是伴手礼还有水 这个就不用了 他对芒果过敏 不好意思 没关系给我吧 我现在不过敏了 好 你之间喝芒果奶茶 都是要吃康过敏药的 过敏也是可以治疗的呀 你可能一开始 对某件东西过敏 一段时间后可能就透明了 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的 你是医生 你懂得比我多 嗯 大学生活真好 还记得当年 每次开学生会开会 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经常一起看花剧 是啊 还记得当年某人放我鸽子 让我一个人在这儿看了 三个小时的花剧 还有这事啊 你记得啊 当时你可是大盲人呢 其实我都记得 只是没想到你还没浪 打住吧 年少轻狂的事记得太牢了 就是衰老的表现 看表演吧 是 喂 好 那我现在过了一趟 时光美冉 岁月无痕 在这个即将分开的日子里 你是否还记得 曾经 我们许下过的诺言 我们曾经所有的岁月里 不只有我 你 和我们共同的青春 我们共同的梦想 在剧场欧 这次不准再忘 我等你 永远和你在一起 好 老师找我 等我一会儿 我还有个小惊喜 恭喜你啊 这么好的禁锈机会 谢谢老师 我没想到会是我 都是以自己努力的结果 除了好好念 谢谢老师 我听说你最近在创业啊 嗯 有时间的话 去你那儿看看 林天刚海阔国外混得 风生水起的 怎么想去回家乡了 国内现在的发展还不错啊 想为教育事业 做点贡献 我跟教授约好了 要去找他 可我现在出去是不是不太礼貌 干嘛 现在不走 一会儿更走不了了 跟我来 谢谢 没想到毕业这么久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偷偷溜出来 刚才都怪你 这么多人看着 怪丢人的 都是你耗面子啊 要跑快点的话 就没人发现去了 嗯 那你慢慢转吧 我先过去了 您找我是有关申请的事儿吧 对 你申请考博的事儿子 今年可能指望不上了 是没有达标吗 那倒不是 是你申报的那位博导啊 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撞了 所以呢 今天只能放弃着手了 你如果想继续报考的话呢 可能就要调整一下研究方向了 那就是说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呗 倒也不能这样一下 或者你可以再等等其他的机会呢 毕竟准备时间长一些 也不见到是坏事嘛 我知道了 谢谢您一直为我读博的事情操心 感谢的话你已经说了太多了 别着急 慢慢来 我很看好你 别放弃啊 嗯 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需不需要我送你啊 不用了 我开车了 谢谢啊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事 今天就是有点累 那我先回去了 我们有机会再聊 好 我下次再约 好 我下次再约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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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呢 你可以再等等其他的机会 多一些时间准备呢 也不见到是坏事 喂 喂 星辰 极业接到一个任务 要为一个村子 运送一批水痘疫苗 你呢成为预备队员之后 也没出过任务 这次需要一个 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随队 你那儿时间怎么样 可以啊 你随时吩咐 那你明天就过来 参加一个 出发前的全体大会 好 对了 今天晓晴参加得怎么样 就那样吧 怎么了 听着有些不高兴啊 我今天有点累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见 喂 星辰 这次名单你好了 我看医疗组是宋星辰 对了 宋星辰 她正式成为预备队员之后 还没出过任务 这次刚好需要她 喂 晴妍 清舟哥哥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你在干吗呢 我在工作呢 我这边拍摄快结束了 过两天飞机回来 你来接我好不好 这恐怕不行 这两天啊 任务比较忙 不然我让陆群去接你就行了 对吧 那我先去忙去了啊 凭什么让我去啊 我也是有嘴言的 你这 我也是副队长啊 这一次疫苗运输的任务 主要难度有两点 第一 冷链运输的实现性 第二 要进山 有些地方没有激战 导致信号不通 这两点必须要注意 并且提前做好准备 大家明白了吗 明白 宋行辰 你要确保在运输途中 与当地的医疗站 保持联络通常 我会准备走的 大家都好好准备一下 明天出发 解散 我对了 送一 那什么情况 萧青回来就怪怪的 先解决疫苗的事吧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 你得上哪儿先啊 哎哎 干什么你要坐我车 不然呢 孙医生 坐这车吧 不用了 我跟着大部队就行 一会儿见 好 不是兄弟不帮你啊 你问你想的话对吧 还不是为了帮你 为了两胎制冷剂 而一些救援工具 全都带齐了 可以走了 赶紧走吧 天黑天得到 你开车 出发 再来 小队 activity 我 很记我 你问我 我是来 你喜欢的 我 这队 你喜欢的 人生 我 你喜欢和我 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车辆行驶一切正常 星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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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陆队说 你和苏队在一起了 真的 我也想象不到啊 像苏队这种形式指挥 把他跟给分人 居然都会找到公益 我还以为他会孤独中呢 那我们是不是都没机会了 不是我们 是你 小坏 所以星辰姐 你跟队长真的在一块了 只是朋友 女孩子比较害羞嘛 不好意思地承认 但我觉得她心里肯定是有你的 放心啊 没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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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你的车 你问他真没好感 你什么时候这么八卦了 跟林沐学的 好的一样没学着 嘴碎倒是让你学到了真传 人 人都有好奇心 再说了 苏队长的个人生活质量 直接关系到我 林沐队里边的见识指数 算你懂事 惠星辰姐 到底什么情况嘛 你不会拒绝他了吧 大爷不至于他 你是不是对讲没关 看吧 人家也没说拒绝你 所以你伤暗勿躁 好事多磨嘛 你真的不用太担心了 好好开你的车 好 你的温柔像七夜的光 追随你的方向充满了幻想 日子变漫长 世界被遗忘 想决定你是否和我一样 请别躲身在靠近多一点 不管多遥远 也要勇敢的上圈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想你做黑夜牵起我的手 想你自我最无助的时候 温柔依旧 无法街头抹着 平绕在心口 I'm loving you 想你对我在海中网游 想你和我一起度过黑夜白昼 好像不够一圈对你说 I'm loving you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想你在黑夜牵起我的手 想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温柔依旧 无法街头抹着 平绕在心口 I'm loving you 想你在我 在海中网游 想你和我一起度过黑夜白昼 好想不够一圈对你说 I'm loving you MING PAO CANADA cem